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打算继续纵容她吗 她是我的人 我一向护她 那橙子都干了 怎么不扔了 这是吉祥物 不能扔 你什么时候这么迷信啊 这是陆李弄的 你这么冒冒失失的跑进来干嘛呀 也不敲门 你是怕我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吗 这里是办公室 你胡说什么呀 刚好李总在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删了我的游戏呆猫 你怎么会这么说啊 有人气眼看见你在提交的前一天晚上 来过我们程序组的办公室 我那天是路过你们办公室 我看到你们灯没关 我就顺手帮你们关了 怎么了 雷哥有强迫症 他每天晚上负责灯 一天都没有忘过 怎么刚好被你撞见没有关灯 还有门口的监控 我刚好又坏了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我理解你不想承认自己工作失误 弄丢了呆猫 所以会把所有的巧合 当作怀疑的证据 但是这件事情你确实误会我了 还有其他证据吗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你就把罪名栽赃给我呀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而且你身为当事人 你也有嫌疑啊 我可以说他是故意删掉的呆猫 你是不是应该停职接受调查 陆林 道歉 你说什么 上班时间放着本职工作不做 跑到老板办公室 质疑合作方的领导 难道你不该道歉吗 好 我承认刚才是我冲动了 但我说的是实话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你这样做就是胡闹 那在你眼里 他就是那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久 只是那个会胡闹的人 陆林 一诚 陆林的脾气你今天也看见了 他虽然是自己人 但他确实不适合做玄中记的主成 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现在比赛结果还没出来 你想出尔反尔吗 行 那就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但是陆林 要为今天的行为负责 战术的事情 到底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 好 那我替他向你道歉 这样可以吗 一诚 你知道其实我不是想要道歉的 是陆林今天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你还打算继续纵容他吗 他是我的人 我一向护他 我不是想要道歉的吗 他还是很想要道歉的吗 他是想要道歉的吗 你还想要道歉的吗 两个人 是因为我们带来的 なく